金老师您好 我想跟您请教 关于俄乌冲突的问题 AZROM分析是这样认为 其实不仅仅是中印 整个金砖国家 在对俄制裁上面 都采取了一个立场 比较相近的这样一种态度 那就是未来 会不会形成这样一种趋势 就会世界日益会分成两大阵营 第一个阵营就是 可能以金砖国家 为主体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阵营 另外呢就是以发达国家同盟 比如说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这样的一个阵营 这种趋势的可能性大吗 咱们中国政府的立场 是尽最大努力避免新冷战 我们不希望这个世界走向分裂 但是呢 你的愿望 跟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大家都说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么追求的目标 能不能实现不知道 我们看到的情况 就是美国现在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德国冲突之后 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情况 叫The West vs The Rest 西方和其他 这个世界的成员形成了分离 虽然在联合国大会呢 不是联合国搞过一个 一个关于乌冬危机的大会吗 那个大会上面的投票呢 是141家谴责俄罗斯侵略 然后呢 5家是支持俄罗斯的 对吧 然后有35家是弃权的 中国 印度 巴西 南非 就是金砖那个四国都是弃权的 很有意思啊 这35家数量不多 它是人口占全世界74 但是光是中英两家 这28亿人嘛 它世界40%嘛 这个加上巴西啊什么 巴西市场都是人口大过 所以呢 我们人体是挺多的 就是西方 就是10.4亿人 八分之一 全球人口八分之一 所以这里面有差距的 所以至少在西方 现在他们有一部分人担心 世界会分成两块 一个是西方 一个是非西方啊 那个 但如果真出现这个情况呢 就出现了新冷战嘛 我们都希望出现 新冷战还是对和平发展不利 是吧 因为中国追求 还是和平发展嘛 我个人估计啊 新章国家肯定会协调立场啦 尽量劝谈出核 至少从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来讲 我们会尽力去避免 出现的新冷战 靳老师你好 刚刚你也说过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女士 曾经说过啊 咱们中国不是以超越美国为目标 而是不断地提升自我 超越自我 如果有这个竞争的话 咱们也不会回避 美国呢 在拥有军事 科技 教育 以及某有这些优势情况下 还常常给咱们齿半子 那您认为 咱们在这样的这个竞争环境条件下 咱们会胜出吗 那如果我们胜出之后 会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谢谢你啊 这个首先呢 我们得承认了 目前呢 中美力量对比啊 是美强我弱的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硬力量 软力量 都比我们强 但另一个方面 确实大家也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啊 就美国不自信 它现在实际上不愿意跟我们平等竞争 经常就是做很多小动作 是吧 做小动作就属于没有自信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那么后面的原理大概是这样的啊 中国呢 完成了近代国家最重要的任务 就工业化 工业化是现代国家立身资本嘛 工业化核心就是现代制造业嘛 中国制造业起来了 一旦起来呢 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 美国人自己他也知道啊 他的成功主要靠 就历史上的成功主要靠制造业 美国这个国家从建国那一天开始 就决心发展制造业 他当时的副总统啊 叫汉密尔顿 现在那个大家拿了个十美元 上面那个图像就是汉密尔顿 后面是财政部啊 他也是第一任财政部长 他上台他就联邦政府一成立 就搞国家开放银行 提出工业化计划 然后基于强大的工业实力啊 他就崛起了 这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时候 就是二战的时候 那是很厉害的美国 然后在这个 他满足自己需求之外 他成了叫民主国家编工厂嘛 那今天的美国确实不一样的啊 1971年是个转折点 我个人认为啊 71年8月15号是个转折点 为什么呢 李特松先生啊 突然就宣布啊 说我这个美元和黄金 不挂钩了 其实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它是个违约行为 因为44年 美国把那个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 招到那个美国有个州 叫新汉布什尔 下面有个小镇 叫布雷顿森林 再来开个会啊 说我们搞一个新的货币体系 以美元为中心啊 但是他后面有个承诺 就是各国的央行 可以拿你的赚到的美元 来换我的黄金 35美元一行 一样是黄金 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 实际上是一个金本位制度 大家就信任他们 到了71年呢 他突然发现 说我们家黄金不多了 二战刚结束 他们家两万吨黄金 知道吧 后来一下发现 一算 只有八千吨了 百分之六十都没了 他就吓坏了 然后他其实这个时候呢 应该什么呢 应该 就是公平一点 应该是请那个西欧 日本啊 就他们不是恢复了吗 就大家搞个那个扩大的董事会 就一起来承担责任 对吧 继续 大家共同来对付黄金 在那个金本位还在嘛 结果他根本就不跟那个黄金商量 直接就宣布 跟黄金脱钩 但是很有意思啊 就是二战以后呢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所有国家 就是包括他的欧洲盟国 日本盟国都离不开那个美元了 有一种东西叫路径依赖 所以结果是什么 结果美国耍了赖以后啊 然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 以美国的国家信用 为基础的美元体系 这样他不用受那个黄金储备的约束 就根据他的需要发美元就行了 但是这个东西呢 对美国很爽啊 但是害美国的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 美国就不搞制造业了 或者制造业就开始衰败 他现在留了一部分制造业 很高端的 利润很高端 但中低制造业 他都放弃了嘛 就是叫空心化 制造业空心化啊 空心化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实际上美国的国力啊 我认为啊 是比较虚的 他已经像巅峰那里结束了 那么他看到中国 他就害怕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国力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国力是什么 是世界上 不光是世界上 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 最强大的制造业 这个东西呢 是真管用的 所以他就害怕了 所以他就开始死盼子嘛 这个 然后 都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 比如说华为啊 华为5G就是超过他的呀 一个 很重要的技术啊 被中国人掌握 这可能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 一个非西方国家 在一个关键技术上 超过西方主要国家 所以就出现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啊 面上数据 它都是挺厉害的 但实际上 我们中国有些东西 真的已经超过他了 所以他现在 就有些 就小动作很多 而且有些动作歇斯底里嘛 不可理喻嘛 现在看来中国人呢 心态挺好的 我们承认西方先进 美国先进 我们认真学他 哎 最后就超过了 对不对 现在美国人不行了 美国说的 5G超过啊 他不是去扶植 他们家的公司 搞5G 他什么呢 用行政命令就命令 你们这帮人 全部不许买华为的东西 这不耍赖吗 OK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 一个新的世界啊 我们中国人要有底气啊 要有信心 我们在农业文明时代啊 我们就是世界领先的啊 但因为某种特殊的机缘 工业文明时代 我们是落后了 这是事实啊 哎 但是呢 我们是很优秀了 我们虽然落后了 但没有气垒吧 我们继续追啊 结果在工业文明时代 我们赶上去了 哎 一旦我们在工业文明时代 赶上去 我们这个力量就不可阻挡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啊 看上去为我们强大得多 但实际上心里没底的原因 哎 好 嘿嘿 请问金老师 美国有很多的优势 科技军事等等 除此之外 美国还和许多国家结盟 我们中国坚持不结盟 会不会显得势单力薄呢 这个问题挺好的啊 我理解这样 就是美国呢 是大家公认的唯一超级大国啊 确实各方面很强啊 它霸权主要有四个支柱 第一是科技 第二是军事 第三是金融 第四是话语权 所以这一块啊 如果中美博弈呢 我们一个重点要放在科技上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它这个话语权 其实后面就体现为什么呢 它的影响力 就是讲话有人信 然后就到你这个讲的优势了 就是四个东西啊 合起来以后啊 就形成那个什么呢 就美国不是一对一 给我们打 它是用一个体系给我们打 这个呢 就是让我们有点被动 那中国呢 是这样的啊 中国新中国啊 成立以来啊 它那个结盟政策也是变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结盟了 后来提了一个方针 叫全方位外交 不结盟了 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 因为改革开放要求什么呢 广交友不速敌 那请大家注意啊 结盟啊是速敌的 结盟什么含义呢 就是我们俩成为盟友 然后一定是有针对第三方的 所以我跟你好了以后 其实得罪第三方了 所以结盟政策 跟那个改革开放政策 是矛盾的 这对小平来讲 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国策嘛 其他都得让步嘛 那么现在呢 美国不仅自己跟我们打 还拉着盟友跟我们打 对我们搞群殴嘛 所以我们国内 确实有一些学者啊 提出啊 中国又该结盟了啊 但是我的观察呢 是党中央 特别习主席啊 他的回答是继续不结盟 但是呢 我们搞一个东西啊 叫 结伴不结盟 广泛的结伙伴 而且里面一部分伙伴呢 实际上是准盟友关系 这样其实就比较方便 是吧 该办事可以找到帮忙 但是又没有那种盟友的 法律约束 所以这是目前 比较好的一个方针 最后还有一个情况呢 这样就是美国的联盟体系 也不是特别团结 还有一个就是最终 还是中国的自信 以中国现在的国力嘛 我们坦率讲 也不怕任何那个外国 包括那个美国的盟友 对我们群共互也不乏 中国实际实际力量 非常强大的 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 就中国现在那个产能很厉害的 比如说我们的钢铁啊 11亿吨嘛 占世界60% 美国才7000万吨 我们说它十几倍呢 农产品也是很厉害的 我们农产品6亿多吨 全世界第一 实际的这个农业 工业 生产 中国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现在 走线的这个叫结范部结盟嘛 依托自己的 这个这个强大实力 再加上正确的政策周旋 我们能抗住美国这个 联盟体系的压力 应该没有问题